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余先生 27岁 来自安徽 销售顾问 女嘉宾张女士 23岁 来自安徽 销售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刚才我们镜头记录下来的是 你们来这个节目之前的 一个生活场景 是这样吧 是的 今天为什么来 还不是这个人 性子就那么磨磨蹭蹭的 一天到晚就知道 在那里玩手机游戏 我也不知道您的游戏 有什么好玩的 就说我们这次到这 来上这个节目 我俩车票还不在意车厢 车票当时也是他订的 我当时就跟他说了 这个情况了 我说我们两个 这个不在意个车厢 他当时跟我什么反应都没有 到上车的当天 他就跟我说 怎么咱们不在意个车厢 你既然都发现了 车票不在一起 主持人是您的话 您是不是当时 就跟我说一张 叫我直接改了呢 你又没说 我当时跟你说了 你根本就没说这事 我当时跟他说了 说我们俩不在一起 你说了我会不改吗 我不肯定就改了吗 你又没说 那你什么事情都依着我来 我要你干嘛的 行吧 那后来怎么解决了 各做各的 就只能各做各的 而且那天我还特别不舒服 肚子还特别疼 在车里面给他发微信 我说我肚子疼 特别特别疼 很难受 他就回我两字 忍忍 他回了两遍 这是对女朋友的态度吗 因为我们那个坐的动车 是一到八是一节车 然后九到十六是一节车 他在七 我在十五 我当时我想过去找他 也过不去 因为中间不在一节车上面 我就说那你忍忍 到站了我们再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那在车上 火车上我也没办法 我怎么能叫他停火车呀 对吧 高点上面不也有热水吗 你就是多带一句 那你不行 你去倒杯热水喝一喝 不也行吗 你也不说 我听着能不起吗 你看他现在又跟我来这套 平时他在家的时候跟我说 我肚子疼不舒服 那我自然而然就回一句 多喝点热水啊 不是跟你们一样吗 一个在高点上 一个在家里 然后他当时就跟我发火 你知道吗 那在车上我不说 你不怪我 他不说车上这点事了 不是都过去了吗 都来这了吗 你们俩为什么上那个火车 到咱们这来 这个人讲话 永远抓不住重点 不是你还好意思说我 那你自己 平时不也强迫我 不是我告诉你你 怎么就不让我话说完了呢 我什么时候强迫你做 你不喜欢做的事了 你看比如之前有一次 他就是有同事聚餐 你知道吧 因为他的同事都是女同事 然后我心想 我去着不就也不合适对吧 我也插不上嘴 而且都是他朋友 我也不认识 那去之前不也问过你了吗 又不是没问你 那我之前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同事聚会 我就不去了对吧 主持人我跟你说 就这件事情 我还真有个证据 有我们俩聊天记录学评 还要出示证据啊 对 有 来来来 你看看 我都说了去哪 他说知道了 我说你愿意去吗 去 我说不勉强吗 不 你都答应我去了 怎么就事后又来跟我反恐呢 我当时如果说不去 你当时不就跟我发火了吗 那你怎么知道 你说我不去 我就一定发火呢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一起玩 因为我们之前是玩桌游游认识的 知道吧 我会发火都是你自己猜测的 什么叫我自己猜测 那你自己当时 不是你当时他不发火 事后发火不是一样吗 不是我当时我没有发火 我事后我只是跟他讲道理 我说以后你这种 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讲道理啊 对啊 我那时候我不是怕他发火吗 我心想 那你不去了不是更发火吗 你看看就永远抓不住 我去了啊 我就因为怕他发火 我就是因为怕他发火 去没去啊后来 去了啊 去了不就完了吗 对啊 你们俩 他是去了 后来回来之后就跟我两个吵了 就开始不断地说 这事他不想干 我又勉强他了 我说我什么时候勉强你了 行 你们俩说了两件事 他说的是 他被勉强 对吧 对 你说了他找后照 是这意思吧 是 这跟抓不抓重点没什么关系 往下说还有别的 因为我们之前是玩桌游认识的 我们经常去一个桌游吧 玩桌游 然后玩完了 基本上都晚上十一二点这样了 他要去逛夜市 逛夜市我能理解对吧 比如说你有什么需要的东西 逛一逛 这都很正常 那他去了呢 就逛一圈 啥东西也没买 然后就回家了 就纯逛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逛格 不是 鼠神 你听明白他这意思了吗 他的意思就是 不买东西不能出门逛街 不是 都十一二点了 大晚上你说白天的时候 我陪你逛街不也就算了吗 对吧 那夜市夜市不就晚上逛的吗 我问一下 第二天你上班吗 第二天休息 你也休息 对 陪着逛不就逛了吗 逛都逛了 你还事后 他回回都是事后 我主要跟大家讲 你愿意跟他逛街吗 不怎么愿意 说实话 但是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需求 我都尽量满足他 你少说我 你老说我勉强你做那些事情 那你自己呢 主持人我跟你说 你看他现在一个 二十多岁大小伙子 说实得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 帅帅气气的吧 你知道他平时都穿什么吗 布鞋 那布鞋 起码得有五六十岁的人 才能穿那鞋 其实我这个人 就是穿衣服啊 或者穿鞋 你少来 你少来 你有本事让大家看看 你那双鞋 那个鞋我也拍了照了 我觉得还行啊 这鞋能是个 二十多岁小伙子穿的吗 因为当时大夏天呢 我就想穿一双 比较透气一点的鞋 穿着自己舒服嘛 对吧 他非要让我穿什么 运动鞋啊 摆脚那种 都不透气的 那我平时认为你好看吗 我那天在家 我们当时约好了 去桌游吧玩 一见面 他就给我摆脸色了 说什么 你怎么穿这身出来的 那我自己穿衣服 自己穿鞋 我不就穿着自己舒服穿吗 那我自己都打扮得 飘飘亮亮的 好不容易跟你约慈惠 你穿着布鞋 穿着什么衣服啊 就直接过来了 那我穿着 那我自己穿着舒服不就行了吗 那还好意思说 那天不仅鞋穿得不对 你胡子管了吗 那我当时你也没必要 我人都出门了 你还叫我回去换 那大老远的 我们都到市中心了 大老远的跑一趟 然后不行 给我回去换 那啥你出门 那之前不换呢 衣服 裤子 鞋 全都给我换了 然后我们又回家 然后又重换 然后又再出的门 你说这不耽误时间吗 那我是不是跟你 之前就说过了 那鞋我不喜欢 你穿着特别丑 不好看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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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